接下來就實際上來錄製了 錄製的步驟我們直接來過 1 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這個時候按下錄製聚集 動作就不能NG了 NG的話可能要重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名稱叫黑名單三選好了 OK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那個步驟先寫下來 Step 1 Step 2 3 4 這樣來做就比較不會NG 所以按確定 好一游標放這邊 就是先點一下查詢名單 1點查詢名單 2 點一下那個嗎 那個什麼 B2儲存格 不過這邊可能因為要捲動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錄到這些不應該 等一下可以把它刪掉 那游標放哪裡呢 放 B2儲存格 然後再把它打個勾 然後快點兩下 不過其實建議 最好是剛剛什麼 剛剛那個篩選先把它取消 有點NG算了 充滿好了 這邊先 最好是把它取消掉 或者 我再做一次好了 所以剛剛NG了 所以把它停掉 NG沒關係 你就把它 再來一次 OK 這邊的話 假設 錯了 黑名單 篩選 篩選 你如果按確定 因為剛剛這個名稱存在 所以他會說要不要取代 是 1儲標點這邊 2再把儲標放在這邊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 點兩下 然後再來把儲標放在 B1 本來 B2 不然 OK 然後 再來 用 資料的篩選 留下E的部分 所以點這邊 箭頭 然後把E的部分 留下來 打個勾 要把 這個E的部分的資料 call到這邊來 所以儲標再放在A2 Ctrl-Ship向下 Ctrl-C 記得Ctrl-Ship向下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的A1 所以儲標再放A1 這個一定要點 然後再把它Ctrl-V貼上 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開發人員 把它結束掉 OK 再來錄什麼 清除這一部分 所以再來的話 就是 這邊有個清除 錄字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 清除的話呢 然後就是 確定E的儲標放這邊 Ctrl-Ship向下 Delete 好 然後再一樣 就停止了 錄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兩個按鈕有沒有 直接呢 指定一下 這個叫黑名單篩選 然後所以我就把這個名稱給改一下 這個名稱叫黑名單篩選 這個叫清除 不過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確定之後再把按鈕 把它做上去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完成 試一下 按下這個 看能不能自動把那個剛二字 有了有沒有 這邊有啦 就是1234 這邊其實最好是 將來如果你把程式錄完之後 也可以把這個什麼 註解加在上面 OK 然後 程式寫完之後 其他就放在哪裡 VBA裡面的這個模組 打開其實就在這裡啦 其實就是 這些 這些